其实在月底我们都会结账 结账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人可能欠了十万 那我们只能在月底结账的时候 打一次电话给对方 说某某某 你还有十万块医疗费用 你有空的时候 再麻烦你来结亲 神父不准我们打第二次电话 打第二次电话他会骂人 天哪我到了那第一年 既欠的医疗费用 差不多七百到将近一千万左右 可是我看那个阿嬷是一百块 折成对折再对折 也有两百块对折的 我就知道它应该是一次只能存一百两百 那种就是一坨这样子带过来的 然后我就问她说阿嬷 你这钱怎么缺了 她说我就没菜 我就问她说阿嬷 我给你算一算阿嬷 你这八百块 你今天没菜钱 她说不是哦 这我一星期没菜钱 一星期再贪八百块 她说我一百一百 要关出来 嗨你好我是阿娥 今天的今天大小事 要跟大家聊的是台湾的爱心 台湾人真的很有爱 那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一点都不吝啬 而当你有爱的时候 是必须要你的口袋够深够满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 一次拿出很多 集中人的力量 一点一点一点 能不能够击杀成塔呢 可以的 因为最近的这件美事 让每一个人都感觉 非常的窝心 觉得很感动 那就是台湾人涌入的爱心 让神父的募款可以破 破意 我是觉得 我看错了吗 没有错 真的是破意 这个爱心怎么来的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一起来温暖一下 先为各位介绍现场的几位贵宾 首先介绍是来自罗东圣母医院的公关部主任 于方林于主任 主任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来也是一个很有爱心 从他爸爸就很有爱心 到他自己也很有爱心 我们来介绍这是东瓜生命教育协会的创办人 小东瓜你好 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这个就是前辈了 他刚才在跟我讲说 年纪不一样的时候 欣赏的角度都不一样 但是做爱心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来欢迎我们的前卫生署长 杨智良 杨署长 署长好 大家平安 平安 署长我今天没有准备红酒 你这样可以聊得开心吗 不开心 听说上个礼拜你去见到神父 见到他就先喝了红酒 对 看到照片他们两个人多开心 因为以前跟好多位神父一起 都喝红酒 因为红酒是神父们发明的 听说是这样子 署上这么写的 OK 其实今天本来我们一直希望 可以邀请神父来 但是神父他很客气 然后其实神父是很害羞吗 主任 应该说他们是保守低调 因为他们的这个 禁夺神父之后 每个人要发一个誓愿 就是贞结贫穷服从 贞结贫穷服从 糟糕了 那个书长你大概不适合 我当然不是 这个比较调皮的人 很难服从 但是我们要说今天这个爱心其实的源头 还真的是跟署长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就是所有台湾人民的那个爱集结出来 是不是也是把吕神父给吓到了 因为就是在短短的五天之中 神父就 其实神父来台湾已经五十几年了 然后他说我的家乡意大利 现在因为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 然后受伤很惨重 他很希望台湾人可以帮一点忙 然后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引起这么大的回响 是啊 神父从应该说二十五岁来到台湾到今年五十五年 当初其实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一开始他是看到医院的同仁 在量测体温 在为防疫的工作这样尽心尽力的时候 他看了很心疼很不舍 那他就反思到说 他现在在家乡疫情也相当的惨重 所以因此前阵子他写了一封信 感谢同仁的辛苦 也在信中透露出 他对家乡这样疫情的严重 他却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的无奈 那其实那封信看了 我们真的是也很心疼 所以没想到说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杨琴署长的登高一呼 在快速的短短的六天之内 涌入了爱心将近一亿五千万 那其实神父是吓一大跳的 不是我们真的全体的工作同仁 大家都非常的驚慌 是 然后那个惊讶之余 是我们真的要感谢 台湾有这么多有爱心的朋友 虽然呂神父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但是呂神父录了一段影片 要感谢台湾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神父很可爱 他讲话很温柔 对 来自神父最深切的感谢之意 真的感觉到台湾人很有爱心了 五六十年前台湾人都很苦 是 那林医会的神父从意大利 得到很多物资或是钱 来帮助这些军库的老百姓 是 还过了六十年有这个肺炎 所以换台湾人来救 意大利的人 这个是 对我真的很感动 特别谢谢 是 台湾人们的爱心 台湾人的爱心 其实是来自于 闻生就苦 不是菩萨 但是 书长 一开始为什么这件事情 跟你是有关系的 他刚刚说他吓了一大条 我才吓了一大条 真的我也吓了一条 你上礼拜去 见到他喝了一杯红酒 也没有帮我邀请他来现场 我也吓了一条 他一再说他要来看我 来台北看我 可是他八十多岁了 虽然我七十多岁 应该七十多岁的人 去看八十多岁的 对 这个我跟林医会老实讲 怨言还蛮长的 是 这个我规划玩全民健保 那是九零年 九零年以后 因为一个姻缘 我一个朋友 就是那时候担任 普理基督教医院的副院长 陈亮先生 他现在是这个 伊甸基金会的董事长 伊甸是非常大的机构 那个时候他看到教会医院 非常的辛苦 那么知道我规划全民健保 就来找我说 那时候我又做台大医学院 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的所长 他说这样子你来帮帮忙 到每个医院去 看看能不能在管理上帮什么忙 第二个你让他们知道说那健保以后 他们应该怎么因应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不坏啊 这事情不错啊 但是我说我有个条件 你们到哪个地方去都不能跟我宣教 我说我这个人已经无法悔改 不过那个陈亮先生大概有跟他们说 我到了这么多个 我每个教会医院都去了 全台湾 他们就同意75岁的杨书长 给他好自在这样 这个我都去了 那么所以我是所有教会医院住院最多的人 我敢讲没有人破我记录 我只有马接跟根新没有去住院 因为在台北 我那时候家在台北 你没事住这么多院干什么 因为我去访问当然不能 就住在那里 不是生病住院啦 是long stay 不是long stay 住在那里看一下人家怎么样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 坦白讲人家出不起钱 我也不敢让人家出钱 去住旅馆嘛 住旅馆就自己住嘛 我是自己我们两个开车的 你都没有机会哦 人家去探病也说不能躺人家病床啊 我去了 结果没有一次晚上有福利人员来看我 不是 书长 这次真的很谢谢你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神父他的跪地祷告 没有 没有 看到他的照片 没有 不然你是看了什么 我连他写信给你们那个 因为你同仁我都不知道 那是后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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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到意大利 当然也有人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跟我们断行的 我觉得那一点都不重要 现在没有人谈 不要算就账 没有人谈 我本来想说人家质疑我的话 我说屁股对屁股 我们people to people 政府要断行 我讲很难听 我先讲脏话 钢门对钢门 钢门对钢门 我们不管这个 钢门出钢门的事情 我们自断 people to people 是 那所以我就 我知道也许到时候会有人骂我 我就不管 我就写了这个文章 到年儿报去 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到台北的领医会 我就Google一下领医会 打电话去 我说现在会长是谁 就是教会医疗院所协会 或者领医会的会长 很多朋友不知道领医会是什么 有点就像红十字会 原来是在这个 这个领医会 大会有没有去过 我去过了 这个 他在很多国家 有天主教的国家 就有人自己设领医会 总会当然是在凡提纲 是等于是教房底下的卫生 部兼 零 他们宣教 是 我讲说你要修正 我们叫医疗传爱 医疗传爱 公安比较清楚 其实可能在这边 主任这里其实也很了解 在这次的回想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 因为他不是很有钱 但是他的爱其实很伟大 他们的捐款 我会马上想要哭出来 你说给我听看 我会不会秒哭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捐款活动里头 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温暖的一面 对 我们很非常谢谢 署长在把他这个信件 其实一开始在投书之前 已经在他的个人的脸书 跟LINE群组发挥效应 是 那因此很多人就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木款中心主任就来找我跟院长说 有好多人打电话来 他想要捐款 那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处理 我说好 我们有一个新闻稿 那我就去哄骗我们神父 我们神父很低调 我说神父 人家杨树长怎么好意 有这么多爱心捐款 我们明天一定要开个记者会 谢谢大家的好意 所以才会有了那个教堂祷告的 那个镜头的出现 谢谢大家 因为其实还没有很正式 对爱宣告 已经很多的爱心 开始来询问这样子 所以因此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木款中心就开始忙碌 那我们都 圣母医院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 在神父的影响之下 我们是非常自动自发的 自动排班去帮忙的 那我跟木款中心的主任 当时当则不让 那因此我去帮忙 那天的状况之下 我看到一个83岁的阿嬷 因为我看到乡下的阿嬷 我会很亲切想跟她打招呼 我说阿嬷你来家要做什么 她说我要来关机 那因为我看她带的是一个 很破旧的买食品那种纸袋子 那我就觉得看了很舍不得 而且她拿出来的那个钞票 一般人我们从口袋里拿出来 是折叠很整齐的一叠的钞票 可是我看那个阿嬷是100块 折成对折再对折 也有200块对折的 我就知道她应该是一次只能存100 200 那种就是一坨这样子带过来的 然后我就问她说阿嬷你这钱怎么缺来 她说我就没菜 我就问她说阿嬷你这我给她算一算 我说阿嬷你这800块你今天买菜钱 她说不是喔 这我一星期买菜钱 一星期再贪800块 她说我一天一百二十块 一天还买百几块 我说阿嬷这800块你不要拿出来 你拿回去 阿嬷跟我讲说 这几十年来 我都在劳动生母便宜出去看买 感谢神父 感谢生母便宜书 所以现在神父有困难 我们一定要来帮她帮忙 我早上去又去拜堆买三个口罩 我家里面刚刚在买起来 八个 所以我八个口罩八百块 你一定要帮我拿 我一定要把她关出来 那当场神父也在 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很感动 就接下了阿嬷的800块跟八个口罩 虽然我知道我很舍不得 那是阿嬷轻轻轻轻 一个礼拜得800块 可是我觉得那是她满满的一个 感谢跟祝福的心意 所以我那天就把她收下来了 我觉得那个是她的全部 所以对她来讲 然后小冬瓜听了是不是也觉得说 真的 那不是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 你愿意把你一切付出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非常感人的是 因为如果有在关注社福 就是环境的话 就会知道说 因为这几年其实大环境 景气其实并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其实很多的社福 都也面临到捐款寒冬的问题 所以你说要募到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募款的金额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惊讶说 哇 怎么会有台湾人 这么有爱心 可是就接下去了解 就发现说 就像刚刚主任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神父 他其实默默耕耘这么多年 然后所以大家其实 不只是说单纯最爱心 甚至是一种怀着感恩 感谢的心意来回馈 就是神父这么多年 来照顾台湾这片土地的 那个爱与付出 是 我觉得尤其是老人家 他是真的很秀情的 真的 给你受人点滴 有钱一定涌全以报 书长说的 吃人一口含人一刀 尊重没有半口 尊重没有一口也要含半口 对 半口 你 书长 你是含很多 你早知够了 还得不够 还不够喔 因为得奖还有没有得奖的 得奖的外籍这些修士 神父 生之人员 到台湾来帮助那么多 那就算意大利得奖的这八位 还有很多没有得奖的 就是那个爱心奖 后生会办的那个爱心奖 那么这八位 任何一位他的贡献 那么有了三分之二个时机 六十年 每一个人大概只都一亿以上吧 那所以我那时候写文章的时候 我想说这样啦 可不可以给他十万个 十万个才不多耶 因为意大利非常需要这些防疫物资嘛 我只写说十万个N95口罩 一千一百万 我问了价钱 那没有想到 而且神父最了不起是什么呢 他知道有这么多钱以后 他就说 我请你们不要再捐给我 你们去捐给其他的 有人贤钱太多吗 很奇怪 神父头上砸了 竟然说拒绝把钱拒绝在外面 对啊 你下次捐我钱 我觉得不会说钱够了 真的啊 你给我钱 我也不会说够了 我一定是赶快来 那个我要讲 其实在第五天 差不多来到一千多万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要喊 说喊够了 对 因为那天晚上 礼拜天的时候 神父就跟我商量 我就跟神父讲说 如果我们这种国际状况 可能会来到两千万 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喊停了 其实所以礼拜一 我们那个预算的状况 依照现场的募款的现金的状况 还有打电话来进行 告诉我们汇款后无码的状况 来累积 想想差不多两千万 我们要喊咖了 就没想到傍晚 神父打电话说 方琳 你知道多少钱吗 我说神父不是两千万 我第一次你的新闻稿 从头到头都写两千万 他说不是 是多了一个亿 我说真的一亿两千万 所以苏长回应苏长刚刚讲的 那个真的真的 对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会想要问说 为什么这次的爱心回响会这么大 就想要问说 25岁来台湾的女神父 在台湾住了55年 他其实对台湾或意大利来说 这两个都是他很深爱的国家 究竟他在台湾这块土地 做了什么事情 会如此登高一呼的时候 大家会大量的从 本来两千万 变成是一亿两千万 这一亿 没有 是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 台湾的力量是怎么来的 我想很好奇的是 女神父做了什么 待会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点点滴滴的爱心 都有一个开头的起源 那事实上女神父这一次 我们有这么多的爱心涌入 那有一亿五千万 这么多的善款 我相信会妥善的来运用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 署长 你写的这一篇 让很多人也很感动 吃人一口只要行人半口 半口也要有 加减你真的能力不够也没关系 但你至少有那种 回报的那个心 然后如果还不起的话 还不了一斗你可以还一碗 真的还不起 不然你半口也要有 这是我们台湾人应该要 知恩图报的人情毅理 现在意大利 他们的病情这么严重 台湾受过人家无私的帮助 像女神父在台湾55年 是我们要报恩的时候 这一次我们预计 你1100万 各位我刚刚讲了 现在是1亿5000万 哇这是业绩很好 然后希望可以买一些N95的口罩 给医疗单位 然后就像我们台湾 偏向被照顾的朋友一样 超过半世纪的付出 这些难道不及这千分之一吗 就算是绵薄之力 行善也是要去做的 那受到疫情影响 大家财务都很困难 署长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那署长你捐出20万 而且我还讲 我说我是高调捐 因为我知道 高调捐 这个本来这几年 他们经济就不是这么好 对 那加上新冠疫情一定是更难 我认为1100万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本来 我捐钱是不应该讲 对不对 但是我特别讲一个高调 因为台湾说吃人去嘴 行人去倒 我说这几年一定很多人不爽 为什么吃人家一口就要还一斗 一斗是不知道多少口 对不对 要被封还 那我就说那我们非常低调 一斗还不起 一碗还不起 那半口总可以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捐了这一五千万 就是半口而已 对不对 那我真的是 但是我就跟他们负责募款的李小姐 也是非常耐烦 只是我自己反而觉得烦 为什么 因为我报纸不写出捐款的账号 大概报纸不能写 因为是我的专达 捐款账号是要有申请的 你不能够随便公开 我知道他有 我知道他有 不然我也不敢捐了 那么这个我接到不少电话 每次都要跟他讲 哎呀 你要捐到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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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是什么 哎呀 真的是有点惨 书上你不会用LINE 直接给他传过去 有啊 有啊 对啊 传过去 对啊 那可是要打开手机啊 真的 那还有一个就比方说这个 营业达 那个业甲 业达姐 他八十多岁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啊 我要捐给你 我说我又不能写数据啊 对不对 这个我收了就违法了 对不对 我不能收啊 我说这样我帮你转这样子 而且我跟他讲 人家已经宣布不再收了 他说不行啊 我是因为事先就答应他 那个四五天前我答应他 你捐给我回来转捐嘛 是 他说不行啊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要不要把这个钱捐给 其他的国家 他说不是 我们讲好了 所以我就去找神父 我说这一张支票 你一定要收 因为我答应人家了 那你就 你要捐给西班牙也可以 你要怎么样也可以 所以我就特别去捐了这个 最后一笔大概是120万 是是是 所以你传给私人群组 就有很多的朋友 就跟你有交情的朋友 就给你很热切的回应 而且他们又传了很多其他的人 真的 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受到 我觉得台湾的爱心真的是 就是很主动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我想也是因为署长的号召 有三万人捐 对不对是不是 对三万人 所以不是说那种很大比一个人 而是每一个人 你要像阿嬷八百块也关了 也有五百块的 五百块也关了 你如果说一个人关五千 三万人就一个五千万 真的 对不 讲到大陆有人捐得多 有人捐得少 是是是 这一次这么大的反应也是一个是 我们以前都靠人家帮忙 然后这个都是用别的国家 不只是人 连钱都是从别的国家 各个国家 包括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啊 什么那个挪威 挪威是那个普理基督教医院 很多人来捐 现在台湾最起码比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过得不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再要求别的国家捐给我们 这十几二十年大概没有了 而且也不可能要人来了 变成我们要人出去 我们有啊台湾其实 当然要出去 要出去很多啊 很多国家都台湾的这个医院都去了嘛 那我觉得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写最后半口呢 因为我觉得是我们还人家还得围不足道 围不足道 但是我这次心情特别好 就是说天下有生意做这么好的 这么赚钱的生意吗 我除了二十万赚了一五千万 我的快乐赚到了 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觉得设一千一百万 我觉得目标太高 所以你低估了台湾的爱心 台湾人真的很有爱 所以神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回想 包括给台湾加油 然后给大家的感谢信 他会把这些全转成是物资 然后去帮助意大利教会 那希望可以很快的来帮助这么多的朋友们 那这里面他也这几天有一些感动 一族人一定很清楚 看到艾莫德先生拖着病体来捐款 买菜阿嬷八百块又拜堆要来关机 连口罩也要关了 所以他希望透过把他的心意 也能够传到意大利 所以他觉得深深的感动 在深夜的时候 他就在想这几天 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么巨大的悸动 回想他55年来 终于真的是感谢天主 把他带来台湾这个地方 要感谢台湾 这时候他更坚信 这是我们医生很想 他一辈子都想留在这里的原因 他真的是把台湾当成家了 他回意大利 如果要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说我要回家了 对 因为他那边其实还有少数的熟纸辈 跟亲戚在 当然有 那每二到三年他会回意大利一趟 那那里的熟纸辈都会说 你在台湾够久了 也年长了 要不要留在意大利 营养天然 神父都说 不是没有 我的家在台湾 然后每次送到机场 他都说再见 我要回家 他都不是说我要去台湾 他都说我要回家 他都一直说 我是正港台湾人 台湾才是我的家 因为这个阿渡在楼中很出名 那有那个病情较不好 还是家里环境不够好的 就会把他送来阿渡便宜 对 姓母姨 所以他几乎是姓母姨的一个意象跟代表 我相信这么多年来 圣母医院其实真的有很多 让大家感动的地方 是 在宜兰 大家有一个口头的礼语 没有一个病人会记得 一定要送送母 像是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入导的 街友的 低收入户 如果是有受119收到的 或者是街坊邻居知道的 他们觉得他们直觉 一定会把这样的病人 送到圣母医院来 是 因为通常这样的病人 是收不到医药费用的 那所以在罗东圣母医院急诊 我们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之外 可能很多人很难相信 圣母医院的急诊 还会被泡面跟干净的衣服 因为这些路导的街友来到 送到急诊之后 我们会照顾他吃饭 还要帮他洗澡 然后让他们 还要平安的让他知道 他没有回到他原来的 应该说他的屈身之所 那我们社工会去follow 那对于这样的病人 会说家里面应该说 这个紧急的医疗的费用复布出来的 其实在月底我们都会结账 结账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人可能欠了10万 欠了25万 欠了30万 那我们只能在月底结账的时候 打一次电话给对方 说某某某先生女士 你还有10万块医疗费用 您有空的时候 再麻烦你来结清 神父不准我们打第二次电话 打第二次电话他会骂人 那偷无缘呢 那偷无就是偷无 所以我到圣母医院之后 服务之后我才发现 我们那时候要募款 帮忙盖老人医疗大楼 很多的账款大家在了解 在结清的时候 我才发现 天哪我到了那第一年 寄欠的医疗费用 外建寄欠我们来自各界的 差不多700到将近1000万左右 是 那个都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到现在 我们的社工室 依然有医疗欠款收据 到现在还是在做 大一边上的 有的收了 对 也是会有 真的对对对 可是有一些很善心的 他还是会来偿还 那甚至没有能力的 他就是譬如他欠了30万 可是他真的有困难 他就一个月还个3000 5000 我们也收 就这样子 就被别人帮助的 其实他会记在心里 小童话其实也是受过 别人对你的协助 我觉得那个心情是会想要 一辈子有能力的时候 没一嘴 我也是要先换嘴 对对对 因为像我之前 因为我在23岁那时候 因为复刑过事 那令委寿命要接掌一间公司 那其实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年轻 所以很多时候畏惑事实 所以因此要承担 比较大笔的债务 那时候生活上 也有蛮大的困难 可是那时候有个贵人 就伸出了手来帮助我 他就说 他完全没有跟我谈什么 什么利息啊什么 没有 他只说你需要帮忙 我给你一笔钱 然后这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当然我最后没有跟他拿那笔钱 可是我觉得 我内心其实是非常感激的 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被抛弃 在我那时候万念俱灰 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 有人伸出那只手 来帮助了我 让我不直觉的 我不会觉得被这个社会 给断开这个牵连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 就是虽然讲的是 募款金额 可是我们其实在往生命一点看 其实都是人与人 最深的那个爱与关怀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份力量 可以支撑我们 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更美好 对 能够做 我们都讲说手心向下 也没这么简单 你要手心向下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伸手的人好多 可是圣母医院进屋室 只要有呼必应 只要是送来的 一定都帮忙 对 所以我觉得在圣母医院的医生 很辛苦 那个是什么 那个 黑戏是不是 对 黑戏 黑戏医师 大医师 大医师是什么 黑戏你知道吗 因为他开桌骑死人 开了多少刀 8万多台刀 8万多台的刀 你有去换算 他每天大概平均要开多少刀 6台刀 一天6台刀 包含要看门诊 要查房 平均一天至少6台刀 我想那时候医疗界 有在盛传说 目前台湾医疗界 外科界 大概 署长我这样讲 应该没错了 没有人破他的记录 哇 OK 什么样的动力 其实就是因为爱 为什么能够让他们 薪水也不比别人高 吃的又比别人 也没那么好 然后做的事情 要比别人耐得那么多 除了是信仰 宗教的力量之外 还有什么台湾可爱的一面 让大家愿意 这么无私的来复现 奉献出他的心力 我们待会继续来聊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我们说是人 但我觉得我们的爱心 其实就像打水漂一样 那水一打下去以后 那个涟漪是 哇哇哇哇哇 一直扩大开来的 我们从女神父这件事情 看到台湾的爱 但有些事情 台湾还有很多 在行善的人 是默默在做 我知道小冬瓜 其实也受了爸爸的影响 你也希望能够在 人走到最后的那一刻 能够付出一些 从你的专长上面 跟你的经历上面 做一些协助 成立的一个生命关怀协会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因为小时候 其实受到父亲的 启发跟影响 因为我爸爸在 就是2013年 其实那时候他累计 在他短转 从事殡葬行业的 这个深海当中 他服务了超过 2000位以上的 这种所谓的无名 无名师 无名师 对 就是 他向后 对 不管是说 他可能找不到家人 或者是有家人 但是不愿意出来处理的 那这个我父亲都就是 拘手自掏 自掏腰包 去来服务 让他们的人生 可以得到圆满 那其实在过程当中 其实看得出来 父亲在奉献过程当中的 那个爱 他眼神上面有光 然后觉得说 那个会让他的生命 活得更有价值 我记得在我父亲临终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 爸爸你这一生可能 有点短暂 那你会不会感到遗憾 因为我父亲那时候过世 他那时候是53岁 年轻耶 对 他真的年轻耶 对啊 那我问他说 你的人生有没有 什么样的遗憾 那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他曾经是在 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 是被人家所唾弃 甚至排斥的 可是因为 有人人的帮助 伸了一只手 让他有机会 看到一个神子 往上爬 而这个是社会 对他的肯定 对他的信任 所以他觉得 人生能够有此待遇 他觉得他已经很知足 很感恩了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这件事情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我觉得 人生命的价值 我觉得不一定在 他的时间的长短 而是再来说 你在你有余裕的时候 你可以为这个环境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所以一直以来 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如何把爸爸 这样的一个精神 能够做个延续 甚至可以把一些 好的力量 运用在对的地方上 因为很感谢这些年 其实地方政府 其实慢慢更加重视 有关于一些无家者 甚至弱势的一些 冰葬上面的一些处理 所以在这方面的资源 其实相对上 是比较充足的 可是我观察到一个 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 他可能是 冰临中低 就是冰临中低 收入乎 但是还不到达 那个标准 就刚好在中间 对 他就是没有办法 去申请到那些补助 但是他的生活上 也没有困难 有 而且其实非常的紧张 而当他假设 比如说父亲 他是一个家里的 经济支柱来源 而当他突然 过世的话 他的家人一方面要 处理他的殡葬事宜 然后一方面要 一些可能 继承上面 一些法律上面 行政手续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即将要面临到 他生活上面的一些压力 跟工作上面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也就希望 就是说 能够集合社会大家的力量 然后来好好的 来帮助这个 比较不容易被大家 看到这些角落 那希望说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在面对 亲人善终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安心 而不会感到 彷徨或无力 是 我觉得其实 在那个临终的 最后一刻 有些时候是要判定 你的身份 你有多少家人 家人该怎么来处理 我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也聊到说 有种他明明就是 符合低收入的 那个资格 可是 他在他的户籍上面 登记他还有一个土地 可是那个土地 十分是 几十几百个人 你根本分不到 结果你也没有办法去 申请到你应该应得的协助 所以因为东瓜大哥 我以前跟他同台过很多次 他是一个很豪爽个性的人 但是必须说 他那种成长历程 其实是辛苦的 那个场面真的是 闻的闻的闻的 是都经历过的 可是我反而觉得 像这类的人 他是很讲义气的 所以讲义气这件事情 也让他的朋友帮助他 他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是吧 没错 因为很多人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 就是我父亲会去踏入 这个所谓的无名师服务的部分 其实这是有个小故事的 是因为 大家认识我父亲的故事 知道他其实早年 是万华的一个地方角头 跟你讲角头 这是真的是大价 那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刺诈风雨 那对于兄弟来讲 其实就是过着 就是没有明天的日子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去想说 太多人生设想 说我以后要怎么样 其实没有 可是他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我的诞生 他不希望说 他的儿子冲到他人生的辅测 他希望说能够改过 所以他就筋盆其手 脱离那个环境 可是他的小弟并没有 他的以前在那个圈子里面的 很多的兄弟其实并没有 那所以到若干年之后 有一次就是他早上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诶 宪宏啊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 有一个太子阁 我说记得啊 那不就是你以前的一个小弟吗 他说他走了 那我就说他怎么过世的 他就说因为 早年的这个兄弟就是 很欺贴贴嘛 也没妻儿没妻小 跟家人其实坦白讲 也都已经没有互动了 疏离 对 可是他因为就是注射毒品 然后过量 所以暴斃离开了 那按照那时候的法规来处理 其实他就是列为 我们在台北市政府 他殡葬处有一个项目 叫做有名无主 有名字有身份 但是他没有家人 没人来认领 对 没有来处理后学习 那当时的这个规范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处理殡葬的事情 是非常简陋的 那我父亲那时候就觉得说 纵使他人生这辈子 可能在外界的观众 不是那么的正象 可是难道他的人生 不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终点吗 所以那个时候 父亲才开始就是他如果说 他觉得希望说 能够好好去帮助这些 比较没有被大家所看见的 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正常 就是不要说铺张 但是至少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告别的仪式 好好送走他们人生最后一层 那也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圆满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无形当中 一开始只是一个这样的初衷 但是默默的会发现 就像刚刚主任提到 类似这样的例子 有些就是很多的社会的贤答 然后甚至有些弱势的家人 因为后来可能也透过一些关系 找到了他们就是失散多年的家人 对 然后他们就出来就说 谢谢 谢谢郭先生 就是谢谢你 帮助我们家人圆满人生的最后 那我父亲的时候 他就会有人生一个 活了大半辈子 从来 因为你知道 觉得很有 肯定了 对 我爸他就曾经讲说 他说人生从来没有活得这么踏实过 所以在那一刻 成就感 感觉到说 终于真的体会到什么东西叫做 施比寿更有福 当我们有能力为环境做出奉献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大自己的生命被得到肯定 那个幸福感就由然而生 所以其实你很努力在 包括无名师这一块 能够也延续爸爸对你的期许 然后去享受那种成就感之外 其实我知道这是苦差事 并不容易 但其实做好事是一种习惯 所以小冬瓜也延续下来 但我们看到署长现在 你75回我看没出来 你还在做好事 你姓瓜对不对 我是咖喇人你知道吗 咖喇人 杨家庆 咖喇人是我们跳得来的 是不是跟你爸爸打过架 就三头一时 有打过架吗 没有啦 但是署长其实在过去到现在 还有一件事情让大家津津乐道 就是当时你捐出了你的公事包 我心里在想说 这公事包已经很久了 有点而旧了 是要丢掉的 是要丢掉的公事包 郭台铭先生把他捐给来 而且还捐出了 用500万买了这个包包 再把钱捐出来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善的循环 你怎么好意思把一个已经要丢掉的包包拿出来捐呢 这个是因为那时候我经议学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我坚持 那结果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没有事做 我请时待命嘛 那我的长官又不去找新的署长来 那我就天天去跟那个记者哈拉嘛 因为我不能做决策 平常的事情都有同仁在处理 我说那我应该去买个新的包包 因为这个每天到立法院去啊 到上班都带这个包包 那里面装什么呢 每次都带了辞职书 或者上班 人家签给你 或者是跟立法委员杠上的话就准备辞职 哦 准备辞职 哦 真的哦 工人要有这种准备啊 对对对 你在羞辱我 我就递辞成这样 对对对对 还有一直都没有机会拿出去 那就是刚刚两位讲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边缘的人 他不是可以在法令上当做低收入户 可是他又缴不起健保费 所以呢健保局 那时候健保局就设了一个叫做健保爱心专户 各界的捐款 里面还有不少是一届人士 就替他们 那个时候如果你不缴健保费要索卡 索卡就不能看病 你说一届人士是演艺圈的 医界 医学界 医学界也有这样子 对 讲不出钱的 医界也有 就是那个医务界也有 我想不到 那那个钱当然是有限了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是健保不能锁卡 你健保费不缴 那将来要送到那个法院的行政执行处 就扣你的薪水或排卖你的房地产 等等等等 但是呢那个搅不起的边缘的人呢 我们就替他搅 现在不能锁卡 没有锁卡 可是那时候有锁卡 那所以说这样好了 这个我这个要丢掉了 那个记者说 你为什么不拍卖一下 我说好啊 你们帮我拍卖啊 你能拍卖得出去再说 我说拍卖多少钱我就捐多少钱 那我想说那个一两万块钱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有十万块我就非常高兴 后来我一天想说 万一我遇到个疯子怎么办 遇到了一个疯子 疯子他如果他捐500万 那我不知道卖房子嘛 对不对 后来一直标标标到500万 我说这一定是弃标 一定会抛弃掉 就标到500万零八千块 还好我那时候讲 万一都疯子怎么办 所以我说我最多付50万 我觉得50万就很大的钱了 那已经十几年前了 十年前了 你预计万一弃标的话 你就出50万 对对不是 我弃标的话我就不捐钱了 你就不捐了 我说能捐多少 不是 但有八万十万有嘛 我那一天会想说 出个十万八万了不起了 对不对 那到时候会弃标 那我说我最多50万嘛 就一放开底牌 就是500万零八千 是 那所以我们见面那天 我问他说要不要见面 他说要见面 台大公共卫生 那个 因为我是台大 原来台大公卫嘛 是 他给我一张500万零八千的收据 捐款的收据 我给他一张50万的捐款的收据 所以那时候那一年呢 这个健保爱心专户就很充足 谢谢大家的帮忙 是 所以后来立委就说这样子不对 就是说钱是钱 看病是看病 所以现在没有锁卡 所以你万一没有交钱 你一样可以拿捐包卡去看病 那么他就把这个 完了以后他说这样子 因为这个真正是要丢掉了 这个线都露出来 旁边那个铁丝什么都露出来 所以他就把它就还给我 你看到一个公务人员 他多么的辛苦卖力的工作 这是多少时间累积下来 带在身边 你知道工人很多 他们里面要带好多好多的文件 为什么没有电脑化呢 就是都是要提着走 因为很多文件你知道有签字 有证明有批过的 所以这是走过一段路的 陪着署长 是的 我每天都自己背的 是 我从来没有叫别人帮我背 可以可以 你现在可以叫我帮你背 我很开心 因为我怕里面的钱被人家摸走了 其实你们一包钱都没有 以后我如果跟在你旁边 我拿着这个包包 我到处去募款的时候 我好不知道 这个署长现在的号召力这么的强 这包包不够装我们 那我借你啊 比一五千万不够装 真的一五千万装不下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炮砖引玉 但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爱心 先从女神父这边开始 那我们又看到姓母姻 阿兜阿兵 其实他们的爱心比我大太多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有爱心 你真的是客气 我只是会写文章 会跟他开玩笑 但没有关系 你有捐款这一定要高调 就让大家知道说 我真的有做了这件事情 待会我告诉你更好笑的事情 余子润要来圣母医院工作的时候 其实竟然是跟他爸爸拔杯的 拔杯是问谁 问过往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呢 表示他心里面 心源意 下不了决定 哪一个关键 让他今天会在这个地方服务呢 待会我回来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从女神父开始聊到说 得到这么多社会各界的爱心跟关怀 那个都是因为他先做过 帮助别人的事情 那我才知道说 余子润你自己也是家里的人 受到圣母医院很大的照顾跟帮助 但是你本来有很好的工作 然后在当地也是很知名的主持人 各种大的活动都是看到你的身影 可是哪一个关键点让你决定 要去问问已经过世的爸爸 拔杯一下 爸爸我迷惘了 我要不要怎么样人生的抉择 因为从小我有记忆开始 全家的医疗都是在圣母医院出入 我的大哥在16岁就有严重的车祸的脑损伤 那是神父跟修士们很耐心照顾 昏迷了十几天之后终于醒来 我的父亲因为做农物 被农机械搅断了手指头 也是神父医师们的救治 那妈妈二三十年 一直都是马仁光修士的老病人 那有一次其实 妈妈不知道他生病到自己快要死掉了 他只知道他没力气 跑去找马修士的时候 马修士跟他讲说 你要死啊你知道吗 他用台语跟他讲 他说你一定要死啊你知道吗 他赶快把妈妈拉下来 然后从他的柜子后方 掏出他自己私人的高贵药品 那时候神父修士都会从意大利进口一些高贵的药材 特别的病人的时候重症的时候给予使用 所以马上帮我妈妈做了一个医治 因此呢 然后到最后 爸爸在人生最终端安宁病房的四十五天 也是在罗东圣母医院 读过那四十五天 李若瑟神父每一天都来探望 那所以当爸爸往生之后 妈妈一直提醒我 要感恩要点滴 他说未来你要知道 那时候虽然妈妈还是有捐献一些 可是妈妈一直觉得不够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他说如果哪一天生母院需要你的时候 你要记得要回来回馈 我答应妈妈说好 那就很有那个机缘 民国九十九年的时候 因为看到了 神父看到了台湾的人口的老化 要盖老人医疗大楼 所以在当时我有去帮了一些许忙 因此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当时的陈永信院长 就因缘机会来找我说 能不能来这里 尽量加入这个大家庭 因为现实嘛 刚刚您讲的现实的考量 我就想说到底要来或不来 来这里薪水不高 对 叫人家要来 所以就拿了十块 两个十块钱跟爸爸拔杯 说我来好不好 爸爸就给我一个新杯 所以我就来了 来了以后你就忙不完的事情 刚刚我们录影到中间的时候 你还接电话 有人要捐便当 对 这么多的物资 其实在这一刻疫情当中 我们特别感动的是 有一些真的就是我们的市井小民 是 可是他们会请全力的来协助 对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 在关怀据典的阿公阿嬷 他们就愿意说 每个人都出一点力 明天我们还有850个便当 送到医院来 那也有人送咖啡 送饮料的 譬如说 你看看就我们这贴心的老板 你看看他为了我们要加油打气 疫情风险中 对 最勇敢的一群人 那人手一杯 其实对第一线做医疗防疫工作 我们真的是莫大的支持的力量 跟勇气 所以真的很感恩 很谢谢大家 这都是持久战 本来那个杯子都是大家用手写的 是 刺到买了 太累了 现在你看已经印贴纸了 你看大家很聰明 你知道吗 是 就印贴纸了 是 所以小冬瓜是不是也学到了 那种帮助别人的心 其实随处都可以帮忙 没有错 对啊 就像刚刚听主任分享的故事 我也很有感触 就是有那种老奶奶 真的会 看得出来他的状况其实并没有很好 但是他也会尽尽全力 哪怕集出一些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做好事 对 那我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就说那这个 我也没有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责任 因为坦白讲那不是我们的钱 那是别人对我们的信任 所以我们也会自我期许 就是希望说 当我们今天在做这个社会推广的时候 是希望说能够把每一分钱 都用到正确的地方 也让台湾人的爱心不会被滥用 然后让这样的爱 可以持续永远的循环下去 是 所以就像署长所讲的 吃人一口 吃就要乘人搬嘴嘛 一刀如果没有 那也搬嘴 我们是我们讲人情的 我们可以打折没关系 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尽力而已 尽力而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几位贵宾 跟我们分享这份爱心 希望这个爱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 感谢大家 感谢感谢 社长你觉得做爱心这件事 应该做到几岁啊 做到不能做彼此啊 没退休的喔 没退休的喔 我现在没有退休了 真的 你要帮我们募款一下 我觉得你募款能夾得夹吗 这个包包吗 500万的包包了 对 这个其实很感动耶 真的是500万捐出来 你应该神父这件事情 你会吓到你一五千万 我真的想到 不是他想到 我会吓到 对啊 对啊 但神父很客气喔 他很客气 他就会都会说 够用就好 对 不要贪心 可是我觉得神父应该 给你们加一下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